字串切割这一题 这一题的难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逻辑基本上这样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把什么 把里面看到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中瓜虎吗 反正就是这个瓜虎里面的这个资料怎么样 复制到这边来 我只要这个 另外的话 它规则本来我想说 我之前有帮同耶稣 其实反正就是 方法很多 所以你要只要找到一个头 找到一个尾 然后把中间的资料放过来 用密的 密的头、密的尾 切割 就OK了 我想说这样蛮简单的 跑个回圈 找到这个里面的位置 然后切割过来 但是后来他跟我讲说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往下再找怎么看 在第五 第五这个应该都一个吧 第六的话你会发现 最难的地方 就是他不止一个 如果一个就还好解决 但是他有可能有两个 有可能有三个 有可能有很多个 对 而且要把这个 复制到这边 然后中间还要加一个换行 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丢过来的人 然后还要丢过来一个 然后还帮他换行一下 换下一个 然后再换行 再下一个 OK 这个就最麻烦的 当然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不过你们也许先做出 抓一个就好了 然后再去思考如何把全部的也都带过来 那这一题 我跟各位讲 这一题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这边的话呢 你就不能用for 回圈了 因为for 回圈 是你已经知道那个范围 就是我有几个嘛 比如刚刚几个字 l-e-n 或者几列嘛 但如果你不知道有几个 东西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用另外回圈 对 叫do while do while 回圈 do while 回圈后面会有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就去做 后面为true ok true的话就1 1也是true 如果为true的话呢 他就去做 后面会有个loop 也就是for 会配合一个叫next 那这个do while 就配合叫loop ok 然后for 回圈后面是for i等于什么1到9 然后这个后面就是加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如果他里面那个逻辑判断为true的时候 比如说你让他去find find这个东西 如果有找到的话 找到为true 有找到 他就切割 一直在往下找 找的位置就不能再从这边找了 不能从头再找了 就这变成你找到位置 要后面的这个位置继续再找 后面这个位置继续往后找 找到如果有的话再切割 再放到后面 不过这个跟各位讲难度蛮高的 但是我曾经有写出来 我会给各位参考 至少我会跟各位讲我这东西 但如果你现在还没办法马上吸收 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范本 因为工作里面一定会遇到这种不定数的回圈 如果不是确定的 那你就不能只会for 你如果是只会for 你后面就写不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 待会刚刚那一题OK之后 也许可以看看这一题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为什么要讲do file 因为将来如果你要合并档案也是一样 因为你资料夹 我怎么知道有几个档案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都会do file 帮我找档案 找到没有了 那就离开了 因为你要合并嘛 里面我怎么知道 除非说你已经算好了 假设100个 那你可以用for回圈合并 但问题是 有大部分情况都是那个档案 有的时候会慢慢会增加 会减少的 那你就不可能用for回圈 也就是说以后你们要的概念 回圈基本上就是重复做 电脑帮你做 OK 但是你如果说有次数的范围 你已经确定知道的话 你用for回圈 但是如果你不确定范围 你要用do file回圈 这个至于要怎么去使用do file回圈 我们待会也许藉由这个范例 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OK 如果你这两个回圈的使用 你都熟悉的话 哇 那以后基本上工作里面 你想要让电脑重复跑底 是应该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好 好